哈囉大家好 我是聖恩 上一堂課我們講到了左手的垂勾弦以及滑音這樣的技巧 今天我們要來講怎麼樣把這樣的技巧應用在你右手的伴奏手法裡面 首先呢 我們用四個和弦 例如說我用C A-mine D-mine G 這四個和弦來做一個示範 那這四個和弦很明顯是一個C大調的和弦 所以呢我要知道我在這C大調 我前面 因為我這四個和弦是按在前三格 所以我要先知道我這附近有什麼音 C大調的音階可以使用 好 那這個部分我先不細講 C大調的音階在這裡 S-a-fa-mi-re-do-si-la-so 但是為什麼我只 比較強調下面三弦呢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的裝飾音會比較多是做在下面三根弦 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我們就以下面三弦為主 首先呢我可以是 例如說我按一個C和弦 我右手一樣保持T-1-2-1-3-1-2-1這樣的彈法 那我可以做什麼樣的 垂勾弦以及滑音呢 例如說我可以在C和弦這邊 那我可以從 C 垂到D 所以呢如果放在伴奏裡面聽起來會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如果像是A-mine 我一樣彈T-1-2-1-3-1-2-1-1弦 所以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下一個和弦dmi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? 例如說我可以是勾弦 我在按dmi的時候我從fa 勾回mi 最後呢 在G和弦這邊我可以做一個什麼呢? 我可以做一個滑音 這個滑音我們同時應用到一個雙音的技巧 我可以從C大調的la 跟do 兩個人一起彈 兩個人一起彈 然後同時升高 滑高一個全音 分別會滑到la 滑到c do 滑到ra 聽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回到c 這四個和弦聽起來會變這樣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課程 如果今天課程的內容有幫助到你 請幫我在下面按個訂閱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專頁幫我按個讚 也幫我分享出去喔 謝謝大家